我相信 包括认识你或者不认识你的人 都会有这种担心或者是关心 但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肯定没有一个人 能像现在站在大屏幕背后的那个人 那样的关心和担心你 她就是小娃的妈妈 节目组也把她请来了 请小娃的母亲赞场 这么年轻啊 这么漂亮 对自己这个闺女怎么看呢 她可是相当的有主意 好强 是吧 一般好强的女孩都会让妈妈格外操心 当时在家 您是不是也把她当心尖肉一样疼 那是 就是她有一个姑姑有个叔叔 还有爷爷奶奶 咱们都在一起生活 在一个大院里头 那就非常非常疼爱的 姑姑叔叔 爷爷奶奶 就是说谁有点什么好吃的 都得先给她吃 一大架子疼她一人对吧 全就是捧着手心 怕吊着也怕话 就属于那种 这样 那就得问了 现在小娃一个人来北京了 您就不担心啊 就是啊 就是非常地 当初为什么不拦着点 非常的担心 就是说的 因为她在家的时候 就生活哈 基本上就是 只要她一动她 就是不是这个问你 小娃你要干嘛 就那个问小娃你要干嘛 来叔叔给你整 就是爷爷给你整 奶奶给你整 爸爸妈妈都上前就问她 就是那种情况 你说她出在家里能不担心吗 都非常担心 就是说的 说一个人在外 你说生病了 或者是你说谁照顾你啊 在家她吃饭的时候哈 就非常挑食 不是说什么都吃 这不吃那不吃的 你说出去了 你说的吃的 你说的行不行啊 住的地上 你说的住什么地上啊 你说的家里都非常担心 但是爱小娃她 她就是说的 从来就是报喜不报忧 这些事哈 从来都不跟家里说 您没有陪着她来北京啊 没 全她自己来的 她一个人 你让她一个人到北京来 租房子 她就说咱们要是来哈 她不让 就是说什么也不让来 那不让就不来了 你为什么不让妈妈 陪着你一起呢 这不是 很顺理成章的事吗 我觉得怎么会是顺理成章呢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成本太高了 为了我一个人 大上一家人 那我还不如回家呢 对不对 再说我觉得 怎么讲啊 我觉得在家 我可能会没有价值感 马斯洛不是说 最高的需求是自我实现 但是马斯洛的 五个需求 是一个整体 首先得生存 然后还得有安全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在外面 我能生存 现在事实证明了 不但能生存 而且还登上了 全国的舞台 而且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今天头一次见小娃 小娃的小 是佛小的小 对 问一下大姐 早上生的吧 是的 所以叫小娃 对吗 对 是 这名字是他奶奶给他取的 您还记得那天早什么 记得 记得 生他的时候 他爸爸 人家不让他男的进去 他们放丑啊 护士说 第几床 第几床 生了 哎呀 这他爸乐得 撂高回家 小娃说了 我要去北京了 这个早上出生的女孩说 她要去北京了 就是说的 他爸爸啊 就是说的 对他特别特别的溺爱 就是说的 非常不愿意让他走 就是形成在自己身边 就是从小啊 就说 这小娃将来 就在咱们身边 咱们那个赤裸呢 给他就是 他有什么事啊 他让他做上 做他自己的事 咱们呢 给他做个饭 带个孩子 就不让他 就是说的 往外走 小娃离开之后 就那天 那个扒着门缝 看着小娃出生的男人 没背后 跟您说两句 知心的话吗 哎呀 说了 心里非常的难受 我还是 也是 非常难受 上去也掉眼泪 咱们说 正常人到北京 都不是说的 那么容易的 找房子 你说那个 找工作 你说他一个 这 对